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街头群殴意外传出枪声 但是我身体马上蹦起来 为什么呢 这个是老市区枪行 受伤男子倒地 群众议论纷纷 打你的人呢 我的 全程搜捕 持枪人藏身何处 第一时间呢 就是第一个 尽早抓到犯罪项 案中有案 隐藏更大的犯罪团伙 你是老板是吧 我跟他爸的团伙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千里击枪 长山 长山位于浙江省西部 多丘陵 著名的潜塘江源头 编在这里 2016年4月6日 就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县城 发生了一起令人吃惊的案件 上午10点47分 街头的一处监控 记录下了这样的画面 两辆轿车先后击停 七八名男子鱼冠跳下 手持长刀冲向马路对面 另一处监控 记录下了更为清晰的场景 这伙人迟刀乱砍一名男子 现场甚至还传出了两声枪响 之后 这伙人迅速折返回车上 扬长而去 但是我心机马上蹦进了 为什么呢 这个是闹市区枪响 而且是我们这里自然 一直是非常平穆的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闹市街区持刀砍人 竟然还动了枪 这样的火爆场景 让人瞠目结舌 被打的那名男子 有无性命之忧 围殴他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作案的枪支 又是哪里来的呢 警察赶到时 已经有很多群众围观 案发现场位于一个居民区的门口 被打男子坐在地上 身上有血迹 神志还算清醒 受伤男子自称叫周冬冬 刚刚打他的那伙人 他说不认识 120救护车随后赶到 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 勘察现场发现 地上有一发子弹 两个弹壳 两把匕首 显然 子弹和弹壳是行踪时掉落的 枪响在闹市街区 难免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因为在一个小县城 一个马路上 街头发生枪案 这个网络啊 这个微信啊 微博啊 这个很多的网络上的帖子 都出来了 射枪案件不是小事 市县两级公安机关紧急出动 无警特警 整装待发 根据嫌疑人 锁成车辆逃离轨迹 警方在长山主城区 形成第一道包围圈 展开全程搜捕 同时 在县城外围 及全市主要道路 设立卡点 进行武装拦截 防止嫌疑人持枪外逃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一时间呢 就是第一个 尽早抓获犯罪嫌疑人 减少这个不必要的 这个这个伤网 因为这个可能会伤及 这个其他无辜 此外 对嫌疑人的身份信息 另一路警察展开核实 这伙男子来取匆匆 整个作案过程 持续不到一分钟 附近群众 没能提供什么 有效的线索 所幸经过检查 现场被打的男子周东东 没有生命危险 身上的刀伤 并未伤及筋骨 被枪击中的部位 在右腿外侧 也无大碍 他也不是想治理于死地的 因为枪支的 开枪的距离就是 七八米距离 这么近的距离 如果要打腰海部位 这肯定一枪之内的 不过警方认为 嫌疑人既然持枪行凶 当时双方肯定存在 很深的疾怨 或者另有其他纠纷 现场的监控内容 足以说明这一切 监控画面中可以看到 头一辆车尚未停稳 就有一名男子 从车内跳了下来 紧接着 其余同伙紧随起后 飞奔到马路对面 对准周东东穷追猛打 显而易见 这伙人是蓄意报复 对周东东之前声称 不认识对方的说法 警方觉得可疑 经统计 现场参与作案的 共有八名男青年 由于路面监控距离较远 没能拍下他们清晰的正面照 但是道路卡口探头 拍下了嫌疑人 索成两辆车的车牌号 办案人员迅速进行了调查 我们当时根据两辆车牌信息 进行了调查 发现了其中一辆车 是一个主任公司的 还有另外一辆车 就是车主是一个姓江的 一个男子的 办案人员第一时间 联系上了车主江某 这就是江某 长山本地人 江某当机承认 江岸现场的其中一辆车 是他的 但他当天并没有驾驶 江某说 出于朋友交情 他把车交给了对方 没想到才过了几个小时 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 找江某借车的人叫傅飞 身份信息显示 他是长山本地人 曾有过多次 寻衅姿势的前科 那么这次傅飞 参与了街头枪案吗 顺着这辆车的行车轨迹 警方很快有了新的收获 案发前一个小时 这辆小车 在县城一家宾馆前出现 宾馆门口的监控 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 几名男子急匆匆上车 从举动上看 这伙人似乎结伴 去做什么事 最后上车的男子 则边打电话 边回头张望 监控拍下了 他的正面投降 经比对 此人正是当天早上 跟车主江某借车的傅飞 监控视频中 办案人员留意到 这样一个细节 其他上车的男子 都两手空空 唯独傅飞手里 紧紧握着一个纸袋子 那么现场开枪行凶的 嫌疑人是否就是傅飞本人呢 和案发现场监控 嫌疑人比对 警方有了明确的判断 对现场的一个 开枪的男青年 这个提报特征 与宾馆的视频的 这个男青年 的提报特征 进行比对 发现了两者 几位相似 所以我们初步判断 父母就是 开枪的重要嫌疑人 锁定主要嫌疑人 服飞后 其余同伙的身份信息 随即都浮出了水灭 警方立即通过 媒体发布信息 张贴悬赏通告 敦促嫌疑人 投案自首 抽丝剥茧 山间水库旁 发现作案车辆 我们现在的话 就是一个区域 几栋房子 相反到包围一起 让共同搜索 步步追踪 持枪嫌疑人 主动投案自首 发现有亲 深入挖掘 网络泛枪团伙 浮出水面 千里机枪 今日说法 正在播出 此刻 县市内的各主要干道 都有赫枪实弹的 武警射甲拦截 那么 作案的两辆轿车 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呢 长山属于秋陵地带 辖区内山脉连绵起伏 办案人员判断 这伙嫌疑人 应该只能往 乡间小路逃窜 那么到了郊区之后 这两个又分开了 其中一点 往这个郊区一个水库 这个方向跑 另外来次 接着往这个 这个 长山一个叫 大潮的方向 这个跑的 案发当天下午16点 在长山郊外 山间的一个水库旁 追捕的警察 发现了 嫌疑人丢弃的 其中一辆轿车 当时我们找到车的时候 车上 但是是没什么东西的 但是 我们在车边上 就可能是 深明左右的地方 发现一些刀 但是枪是没看到的 在山间水库旁汽车 说明嫌疑人 已走到了 山穷水尽的地步 根据出现的最新情况 指挥部立即增排 即从武警特警 赶赴汽车区域 展开搜捕 这个地方可能有几个人 会躲在那里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已经有人员在那边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就是一个区域 几栋房子 想把它包围起来 共同搜索一下 就是往这个开过来 最后一栋房子 最后一栋房子 那我也陪你们去 来 我在这边 第一辆车 搜寻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 包围圈逐步缩小 嫌疑人的藏匿空间 不断被压缩 晚上21点左右 走投无路的多名嫌疑人 离开藏身地 向警方投案 但是 另一辆作案车辆 依旧下落不明 前来投案的嫌疑人 当中也没有付飞 枪案主要嫌疑人 依然在逃 搜捕工作 一个也不能停 而且我还更担心 一个可能当初 会碰到隔几条枪 如果发现老百姓 会伤着普通的老百姓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因为带枪支 所以说 我们的民警上去 他甚至会朝我们 抗拒抓捕 朝我们民警开战 在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 办案人员也推断 随着其他案犯的落网 以及大批警力的 持续高压搜捕 嫌疑人付飞 继续藏匿的时间 应该不会太长 果不其然 案发当晚23点左右 傅飞向当地的派出所自首 涉案枪支 一并上交 看到这把枪 差一块射通落地 因为案件我们可以慢慢办 接下来 枪的来源 我们可以慢慢查 但是这个枪 留在外面 一分钟 都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危险 这把枪看上去有些特别 有经验的警察一看 就发现是经过气改火改造的 具有极强的杀伤力 枪体上还印有俄罗斯制造的字样 这个气枪本来就是俄罗斯 一个军工厂的制式枪支 本来就是火枪 但是这个军工厂 后来就是为了自己的经济效益 把这个枪变成了气枪 傅飞向警方交代 枪是花两万五千块钱买的 随枪供十发子弹 试枪打了三发 案发时开了两枪 拉枪栓掉落一发子弹 剩余四发子弹逃跑是扔掉了 子弹扔在哪 我们就现场勘业的人员 然后再把周围全都封锁起来 就在那片田间里 就相当于我们就是 就脚踩用手去找 也得给那个找出来 经过三天搜寻 班人员最终把傅飞丢掉的 四发子弹找了回来 那么傅飞当机行凶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当机追打周冬冬的原因 傅飞说 其实是为他的老大出气 也是到这时 现场被打的男子周冬冬 才道出了实情 警方查实 傅飞的幕后老大叫谢某某 谢某某跟长山本地 一个叫吴某某的男子 也就是周冬冬的老板 长期存在矛盾 当时傅飞一伙人在街上转悠了几圈 意外发现了吴某某的手下周冬冬 他们就毫无顾忌地在大街上行凶 街头开枪造成严重社会影响 傅飞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后悔 现在就感觉跟落幕一样的 就一个晚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就进来了 随着案情的逐步明晰 傅飞的幕后老板谢某某 现场被打的男子周冬冬 以及他的幕后老板吴某某等多人 都因涉及其他犯罪活动 被抓获归案 案件原委查清了 原来是两伙人在赌场产生纠纷以后 在街头大动干戈 这两个团伙的相关成员全部落网 但是案件侦办到此还远没有结束 涉案的那把枪 嫌疑人究竟是从哪里买的呢 接下来对枪支来源的追查中 长山警方发现了一个更为庞大的犯罪团伙 对枪案背后的来龙去脉 嫌疑人傅飞都交代清楚了 但不知何故 对枪支的来源 一开始傅飞却有意隐瞒 这又录掉审查 他后面说从新家来买的 说路边买的 就我们没线索课查了他这么一路 没办法 在我们转变思路 这个傅飞这块我们不问他了 从傅飞身上一时打不开突破口 于是办案人员围绕他在案发前的活动轨迹 进行摸牌 试图寻找别的线索 傅飞平时都与一些长山本地人来往 但在案发头一天 警方却发现 他与一名绰号耗子的江西籍男子 有过接触 调查显示 这个绰号耗子的男子叫陈国豪 江西上饶人 和傅飞同案的其他嫌疑人反映 此前从未见傅飞持过枪支 据此警方判断 这名突然出现的江西籍男子 很可能就是专程前来向傅飞提供枪支的 他们下来的时候拿着黑衣服的 这个我们视频都有的 还有这个包起来 下来的时候是没东西的 也是到这时 傅飞才改口 说作案枪支 正是从陈国豪处购买的 案发前头一天 陈国豪把枪带到了长山 中国朋友买的 我们朋友买的 买这个干嘛 就是小时候就 这些年就一直比起 比较习惯 对这方面有爱好 2016年4月28日 涉嫌贩卖枪支的陈国豪在江西落网 但警方查证 他只是贩卖枪支链条当中最末端的角色 为他提供枪支的是一个微信名叫小五的男子 小五在网上的身份是一个微商 除了这个国家命令禁止的一些器枪 还有仿真枪支 一些一些其他的伪禁品 让我们也大失一惊 办案人员注意到 这个叫小五的男子非常不简单 此前他通过微信交流 邮寄快件的方式 贩卖各种类型的枪支 并会在微信朋友圈里 不时发布一些枪支的图片和视频 深入调查发现 向小五购买枪支的人遍布全国各地 网上多个贩卖团伙 也和他有直接联系 常山警方意识到 以嫌疑人小五为中间商 网上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犯枪 售枪改枪犯罪团伙 那么这个网络犯枪的团伙 到小五这里 那么已经呈现了一个比较大的 这个全国富士状态的 这个网络犯枪团伙 而且涉及了几个团伙 对常山警方来说 当务之急是查清小五的真实身份 根据陈国豪交代 小五在江西上饶一带活动 为此办案人员多次赶赴江西落地侦查 最终排查出小五的真实姓名 此人名叫李震 江西上饶人 其实对签字比较爱好 所以说他进行网络犯签 也有背后申请制的原因 警方顺藤摸瓜 查找到了主要为李震提供枪支的其中一个上家 此人在湖南长沙 提供气改火技术支持的嫌疑人 在山西运城 另外还有天津安徽等地的泛枪团伙 与李震有来往 自此 一个涉及全国多省市的泛枪网络 逐渐浮出水面 2016年7月28日 由浙江省公安厅监头 全国18个省市统一发起收网战役 长山警方则一举端掉了江西 湖南 山西三个泛枪售枪改枪窝顶 在嫌疑人李震家中 当场缴获了多把枪支 若敢发子弹 以及枪械零部件 受枪的人自称是微信代理商 四五千个好友 他说叫我帮忙问一下 犯枪的人原来只是二道犯 一个枪支发烧友 原和卷入犯罪团伙 不是我想要吗 你想要吗 你喜欢这个 喜欢 千里几枪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好 今天我们演播室 请来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 王大伟教授 王老师 这么大的犯枪团伙真是让人吃惊 对于这个射枪案件 我们向来很重视 因为它危害公共安全 而且扰了社会秩序 会造成这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对于这种犯枪行为 它应该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 首先我们说从法律上来说 有个罪名叫非法制造 买卖枪制弹药罪 那么一旦构成这个犯罪的 就要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途径 情节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和死刑 所以我们说 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来说 是对枪支管理非常严格的国家 那么我们这种严格的措施 对我们的社会治安 起到了非常积极 有效的稳定作用 那么这些嫌疑人 他们是怎么走上犯枪这条道路的呢 他们又怎么能长期的 在网络上犯枪呢 我们接着来看 记者的调查 嫌疑人李震 网络犯枪团伙当中的 重要中间商 长山街头那起枪案的作案枪支 就是通过他出售的 就没想到说有那么 那么很多人说 真的是拿枪去打的 李震最初在网上 从事微商代理 买化妆品 衣服等物品 至于为什么开始兜售枪支 李震交代 是源于2016年2月的一天 有客户突然问他 能否搞到枪 按照李震的说法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 也为了谋取高额利润 他就在网上四处打听 哪里有枪支出售 最后与湖南长沙的 嫌疑人袁伟 取得了联系 而袁伟与枪支 打上交道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也是在从事微商代理中 偶然看到买枪的广告 就动了歪心思 原委三年前遭遇了一次意外 手部留下残疾 无法从事重体力工作 只好从事微商代理 为了招揽买家 他也会在微信朋友圈 发布有关枪支的图片和视频 原委最开始贩卖的都是气枪 后来为了扩大销路 他在网上结识了 会改枪的山西籍嫌疑人张超 张超是一名汉工 自称是一个枪支发烧友 喜欢在网上钻研枪支构造 无时自通掌握了气改火技术 作为第一次为别人改装枪支的报酬 张超获得了一把气枪 但后来他感到害怕 张超说 又把到手的气枪给卖了 毕竟非法持有枪支是犯法的事 气改火手枪的利润 相较于这个气枪来说 要高得多 打个比方 一支气枪 大概指小五卖出去 只有四千块钱左右 但是一把气改火的手枪 小五卖出 能够高达两万元以上 截止目前 仅长山一地警方从嫌疑人李震 原委处就缴获火药动力枪支八支 气体动力枪支一百二十支 定时爆炸装置一枚 王老师我们看对于网络犯枪也报道过好多次了 今天说的这个案件 它是在这种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社交工具 就是微信上犯枪 您怎么看在这个渠道里犯枪 应该怎么去打击才能有效 对于新的这种犯罪形式 我们必须还要坚持标本监制 重在治本的这个原则 首先我们说犯枪的这些人 大概有这么三种 一种就是发烧友 这些年轻人他们并不知道这个的厉害 我们要加强教育 第二种就是小商小贩 他们并不一定就是以犯枪为目的 但是社会需要了我就去犯 那么这个我们呢 一个是要教育 一个也要打击 第三个呢 就是真的这些个犯枪的集团 我们要依法呀 给予严厉的打击 这是这个犯枪的这些人 第二个呢 我们要加强网上的监督 因为它是一种新的犯枪的一种网络形式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监管 加强网上的治理 最后一个呢 一旦到了线下 因为它这个犯枪最后 不管在网络上怎么尝去 它最后还要下地 一旦落地 我们还要严厉的打击 所以我们说呀 技枪制暴啊 历来是我们公安工作呀 一个重中之重 也是历次严打呀 我们都会把技枪制暴 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 根据常山警方掌握的情况 目前网上呢 依然存在买卖枪支的违法交易 涉及多个犯罪团伙 各地公安机关 也正在权力侦办当中 在此我们奉劝那些 在网上贩卖枪支的人 犯枪非同小可 极易引发社会问题 不要为贪图一时的钱财 害人害己 感谢您收看今日说法 感谢王老师参与今天的讨论 希望观众朋友 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中和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